作词 刘宇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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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酒餐里面跑运车 我们现在跑一次 世界有点长 感觉有点辛苦 每跑一次 那么多小时 因为我听说这个吃水 我打起来就痛了 痛到我们就高兴了 世界方面缩短了 我心里面感到也很高兴 赤水和大桥是旭谷高速工作的 和江西谷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 是跨越赤水河连通川前边界的超级工程 大桥全长2009米 主桥为1200米双塔单跨刚横梁旋锁桥 由四川铁头集团投资建设 浩大的悬锁桥设计体量 与桥纸独特的荣石峡谷地貌 使这座桥从规划之初就备受瞩目 大桥本身的耀眼光环 和赤水河回响的英雄凯歌 在空气中共同发酵 刺激着青年铁头本就激烈跳动的神经 我们说他准备采用牛米打这段进行 说他今年六月都能不能够施工完成 我们保守估计 我们保守估计 我们要向施工方案来确保我们的时间节点 2017年9月 赤水河大桥开工已近一年 浩大的工程 48个月的紧张工期 零事故的高要求 让项目部所有成员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如何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情况下 提高效率把握进度 使大家时刻都在思考的重大问题 年仅25岁的李俊威 就是怀揣着一战成名的雄心壮志 远离父母踏进山谷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座大桥 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战场 其艰难程度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 加快锁塔施工 是这项超级工程提前完工的关键 要想提升锁塔上部施工 与下部施工的工序转换效率 不仅要从技术配套上达到完善 还要在施工安全上考虑周全 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团队而言 是前辅未有的一项创新 反复的推演和测试成为了必须 行不行 拿出来 大家不得安全 不让杀料赶紧拿出来 快点过来快点 这款是花的 这还有裂缝 这家就在行啊 三个重处 工序又紧任务又重 要求人家严 哪做错的吗 以后还双缩头 这种样子就不得行 三个不得行的 前面你又没手 你现在好好改 我改不出来 前个主要他有可能创新 那是创新 创新要加安全嘛 我们三个是两个人嘛 娱乐问题就白痴 白痴可以解决啊 我们就不要写起义啊 意外 危险 压力 每天都在考验着这群平均年龄 只有27岁的工程师 但作为青年党员 他们承担得更多 成长得更快 他们的理想总是充满着热血和激情 在失落时鼓励他们 在倦怠时鞭策他们 永远激励着他们去改变 去创造 在节点我们采用的是六米道阶段 如果这两个段的话 我们会就过多一个时间 与传统的理智小箱比较啊 它就是把这种节点时空 全部转移到我们可控的 时空平台上面 这样子安全质量都更可控的 项目一再强加 只允许使用双个安全带 不允许使用单个安全带 要想实现施工效率 自力飞扬 一方面要靠我们 丰富的管理经验 另一方面要靠年轻人的 大胆创新 看到我们这群年轻人 他们那么团结 那么自信 我感到万分的自豪 看着眼前这群热情奔放的青年 廖德川甚至欣慰 他们其中有很多都是和他一起 从雅康高速卢定大渡河桥 向整体移过来的 雅康高速卢定大渡河桥的成功修建 为他和他的团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也成为他们从卢定大渡河 转战到赤水河 依然能够纵横山川 叱咤风云的重要原因 好东西好东西 来来来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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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轻人 轻人们 辛苦了 几个月 来来来来 新转 进四岁 进一上 来来来来 多谢 当然要来 经过你们进一步的 西华生化完善 达到了我们 完全计量进度的要求 所有人都要求 大桥艰难的施工条件和高标准的技术要求 为青年们成长的道路设下了漫道雄关 也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在前辈们的引导和支持下 在青年们共同的努力下 这支青年团队总算不如使命 不负青春 他们首创的超高塔快速建造技术 和大型横梁支架单断面 预压代替整体预压的施工工法 大跨度拦锁调系统智能管理系统 成为他们工期提前18个月 并高质量高标准完成项目的关键 其实对其他人来说我们是在修桥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 这在修桥我自己 所以我必须成功 在赤水河这样的英雄活中 没有拿各部想留下自己的故事 在这样的超级工程中 肯定也没得拿各部想留下自己的名字嘛 平时看到一些物资和设备的信息 我都会马上记录下来 因为资源在积累 这些资源总有一天 我相信我一定能够用到它 即便只是一名鸡料员 刚满24岁的他也立志 必须做出和传统鸡料员不一样的成绩 为此他也踏上了自己的创新之路 他的手机上存储的900多张工程照片 每天留下超过300分钟的通话记录 30个月的每一天 他都这样度过 每天早上6点 李俊威就会准时出现在工地 检查各处吊装装备 保证精准对接 控制高空作业风险 在工地来回走动两三公里 不知不觉大乔就在青年们的期待中 一天天锁立了起来 新技术的创新 莫不及于过硬的专业水平和开阔的演技 雄心勃勃的赤水青年都深安此道 为了能够在这个高手云集的超级工程上 刻下自己的名字 不停丰富专业知识 不断开拓新的演技 已经成了这群铁头青年的生活常态 如今大乔施工进入最后的冲刺期 李俊威不仅要倾注更多的精力在工地上 还要忙着把这一整套工法整理成科学的理论 以便为同类工程提供参考 这套全新的吊装法 因为更省更快更精更安全 而得到各方褒奖和青睐 截至目前青年们在项目上已完成16项 发明专利以及思想科研的编制工作 带大家来看看这个桥 这个桥的两年还是感谢 村民对我们这个桥的关心 我们桥马上就要同车了 八百多个日夜 铁头青年用青春和汗水 壮志与豪情 创造了中国桥梁建设头建新标杆 他们将从这里再一次出发 去开启新一次挑战 去开创铁头充满青春脉动的新时代 现在我宣布 池水和红军大桥正式圆满建成 池水和大桥的同车 不仅打通了川前交界处的右翼交通命脉 架缩了前北地区与成渔经济圈的深度融合 也推动了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脱贫攻坚 对我国对接东南亚实现交通强国战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跨时代的重大移民 现在我在这个地方是贵州 前面的四川的池水和大桥就混化于我们这个阳神之间 以前我们这个周青防游要都很大的一个圈子 浪费一个多小时时间 现在池水和大桥修通了以后 从这个经济过渡来讲 那么是工研 弄研 虚无魔带来一个智能的飞跃